不看没发现 看了才发现 欢迎收看 哇 才发现 我的美丽的秘书 该上场了 哎呀 真的是美丽又有智慧 你看我们的公司 都可以让我们的员工赚大钱了 老板 你看看这个漂亮吧 我朋友做的 好香哦 还有这个 要不要我们一起投资一下这个公司 这个要投资一下呀 对呀 得让我好好地想想 是要投资 你没有办法靠这个发个大财 我看你老板有很多的经验哦 哎呀 那当然啦 不过说实在的 我们也不能因着这么漂亮的一个物品摆设 我们就决定来投资 你知道老板是有音源的 可锐利的 所以老板来教教我们吧 那当然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请到 某一位要让我投资的人来到我们的现场吧 好啊 我们今天请来了创业的专家哦 而且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变美美的 我记得你还认识他哦 那肯定的 因为老师也说是几次了 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然后教我们很多 很多很多对所以我也特别想要知道说 Karen老师怎么样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艺术家 而且还可以做出美丽的东西 还可以来创业哦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Alice跟Rica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了整个的创业的过程 会开始进入这个创业 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手作跟设计 然后常常在闲暇之余就会来做一些这些手作的作品 然后来平衡自己的生活 因为刚才Alice有提到嘛 我是在外区我是硬体工程师 其实这个工作的压力很大 而且也知道像今年都很多裁员 所以心理上也会觉得说很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我平衡 所以我每次在做手作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接触这些美的事物呢 其实让我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很棒的疗愈 再加上我又是一个很爱分享的人 所以我就很希望能够把这些美丽的作品 还有这个手作整个被疗愈的过程呢 能够分享出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开始创业的原因 所以呢Karen又是自己又喜欢做美丽的东西 做完以后还要分享出去 是的 分享完还有赚钱 这经验还蛮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大家会把那个创业想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艰难 想说我们在Silicon Valley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投资几千万 就像我刚刚演的那个老板一样 就是要找到这种大老板 然后投资很多钱 其实不一定的 如果说没有 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呢 是因为兴趣啊爱好 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 然后在朋友当中就很有口碑 因为刚刚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在摆设的时候 Alice就直接放在前面 然后我刚刚我们就在开玩笑说 真的Karen做这些东西 甚至婚伤喜劲都可以用 我相信Karen做这些东西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很容易做 看上去 你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有一个特色在上面 是的 其实像前面我们也来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材料 可以随手做很简单的手做 但是真的是把它进入一个斜杠事业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开始去思考 我所要建立一个品牌 是的 那我这个品牌形象跟品牌精神 是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 是什么 就像我刚刚有提到 我很喜欢分享美的事物 然后我想把这份幸福感 生活仪式感 还有疗愈 传递给大家 所以我的品牌就定名为 Rejoice, Laugh, Happiness 就是希望接触到这个手做的 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幸福的温度 对 你知道我记得我跟Karen 之前我有先跟她购买 两个很漂亮的那个手做的 那个手工的那个什么 香氛片 香氛片 对 然后在她在香氛片上面 她还有那个特殊的那种鼓励的话语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 然后送给那个两个青少年 他们特别喜欢 然后你知道他们两个打开的时候 哇好漂亮哦 好漂亮哦 我舍不得用 我说你舍不得用 你就摆在那里 对不对 美美的 然后你如果说 读书读得很累 是不是 没有这个时刻 没有这个时刻 我只是上书 我说读书读累 你就看一下 就很减压 对 就很减压 看看漂亮的事物 然后主要是 它有一个鼓励的话语在上面 就会让你觉得 就像你自己讲的 就会 哇我觉得 我那个压力啊 或者说感觉 好沉哦 就可以起来了 是的 因为我在做的过程 也发现 因为我现在的作品很多 主要的元素就是干燥花 是天然的辣 像大豆辣 蜂辣 还有天然的香氛 其实我们这三个元素结合在一起 就会创造很美好的感觉 那我也是尽量能够采用这些天然的材料 然后同时我会发现 比如说像花 我们都看到 哇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 真的很奇妙 是的 各式各样的花草 然后果实 然后也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在里面 所以一方面我也很想把这个上帝创造大自然的奇妙 透过作品传出去 所以刚才Rita也刚刚有提到 像我的作品我也会很喜欢就是把上帝的话语 跟祝福放上去 那希望收到作品的人也能够感受到那个祝福 我很想听听看你有没有那些比较奇妙的这种故事 哦呦 真的是很奇妙 哇来让我喝个酒啊 大家展开来聊聊啊 我们想要唱个浪漫的故事 对这个很好聊 真的啊 对在创业的过程真的是有很多很有趣又很奇妙的故事 那我今天就分享两个故事 一个是我怎么开始真正开始这个创业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兴趣跟喜好 我没有真的很认真去想说我把它来斜杠 可是真的是今年很碰巧 小组的一位姐妹她结婚 她就邀请我来帮她做这个干燥捧花 哦就是整个这样 对干燥的信仰捧花 因为不然我们都是鲜花嘛 对对可是其实现在在亚洲很流行干燥捧花 因为它可以一直存放 就把那个幸福好像reserve 下来 I see 是不是永生花 对 这个就叫做永生花 对 生不掉 那我有个问题 那它这不是干枯掉了 它没有黄黄的吗 会不会 不会 其实我们干花里面又细分很多 是除了我们之前有看到我们在后院自制的干燥花 其实有一些是特殊的叫做永生或是不雕 那样的话它可以保存它的颜色跟样态三到五年都可以 这么久啊 是的 是的 那也是我们常使用的素材之一 它因为它的邀请呢 所以我就来帮它制作的这捧花 它非常的喜欢 所以你是从鲜花开始做成永生花 还是直接买永生花 部分鲜花 制成的干燥花 然后也搭配购买的不雕永生来组合成这个它的捧花 那它非常喜欢 然后结果它的朋友看到了 它婚礼上也邀请我帮它做捧花 然后我的那位姐妹也是鼓励我说 既然你有这个手艺 然后也能够就是来这样制作 是不是考虑能够来斜杠 那我就很认真的来想这个问题 那当然真正开始之前我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 因为有时候其实对自己的手艺还是会有点担心 也不知道这个道路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那也很感谢上帝有把这个机会开在我的面前 那另外一个浪漫的故事就是前阵子我们九月底有Assemble的聚会 OK 对在那个活动上会有一个摊位 那刚好有一位弟兄 一看就是很勾矣的弟兄 就是很耿直吧 大概就是小宅啦 没错 他就来到谭卫面前 然后他就说 他其实很想像一位心意已久的姐妹告白 等一下 小本本 小本本难道有先写名字 然后才可以放 才可以放Karen走 因为说那边我想知道是谁 我偷偷听 等一下我们私下讲 然后他很就是很需要我们给他一些建议 对 那我们就问了一下 那位姐妹喜欢什么啊 她说姐妹很喜欢玫瑰花也很喜欢浪漫的 对我想女孩子都很安 花心女生都喜欢浪漫 可是男生都不知道 对 所以一定要看我们花才花心 不是只有赚钱而已 我们心灵也有累积 心灵式的赚钱对吧 需要存一点钱的哦 对对对 为我们的关系存款 对是的 所以我们就听着他的描述 我们就帮他选了一个礼物 然后就希望这个礼物可以为他助攻 真的是很开心他告白成功 呦呦 我们恭喜这位朋友 祝你幸福久久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创业过程中两个很有趣的故事 而且还帮助到人 对啊 开心 对啊好开心哦 而且感觉就是自己也跟着幸福起来 对真的 你知道我们在旁边听哦 我都觉得我老公应该是要跟你买一下有钱包 想当年我们那些数也不知道去哪了 对啊 对啊 至少还可以放个三到五年了 对 你先把家里放个三到五年再说 啊 一个idea有个idea 对对对 那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像你刚刚讲的也就是会有感觉 嗯 我不是很确定啊 是不是要继续啊 也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嘛 是的 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跟朋友之间聊天 我们大家都在讲到创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像Karen Karen老师这样子讲的 就是说创业 嗯 创业维艰 是 然后我觉得只要就是never give up 在你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上 还有不要小看一些小事 嗯 就像你这些其实刚开始觉得它就是一个小事 我只是想要帮助别人 对 没想到慢慢的自己再去思索啊 大家的喜欢啊 或者说你心中的感动 最后 这个慢慢的成为一个business 是的 哇 好棒哦 你真的很会挖脚耶 哈哈哈 哈哈哈 果然是我的秘书 哈哈哈 已经下戏了 下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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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 真的 刚开始的困难真的 其实 像刚开始真正决定要创业的时候 其实是千头万许 嗯 因为自己一直是做员工 对 其实这些都不需要去我来考虑 可是真正自己要开始创业 比如说像怎么订我的品牌 嗯嗯 然后我到底要传达什么 嗯 然后我真的还要开始去学行销 嗯 然后怎么样去推广 这些甚至跟大家的沟通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做员工的这个这个角色里面很少 对 没错 对 所以 虽然有困难有挑战 但是我觉得收获真的很多 我觉得自己被扩张了 没错 所以其实真的是创业不简单 这就是为什么老板都要来杯 哈哈哈 老板压力很大 我也想要喝一杯 哈哈哈 对 我们其实很想要一杯 哈哈哈 做老板的感觉很好 看到Rita做得好爽 哈哈哈 其实有招力的女朋友都成为像Rita一样 对啊 我还没有下戏啊 哈哈哈 不是下戏了吗 碰我一直在喊卡卡卡卡卡 看他不要再演了 开玩笑 就是每个人的梦想嘛 是是是 从一个小小的开始给你端水端茶的人 都有想要做老板的梦啊 没错 是的 而且真的是在Sinkham Valley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对 这样我们的梦想都是存在的 然后就持续往梦想就是迈进 而且我们在行销上啊这些等等 我想就是Karen刚刚也讲到 就是不断持续的再去学习 是 那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啊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大家 理财 投资 还有创业 还有赚钱 那肯定要的 要赚钱才会有貂皮大衣可以穿的 哈哈哈 Ace有实践哦 哈哈哈 其实她才是真正老板 我只是演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哇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Karen我们的创业家 也是我们的艺术家 谢谢 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 Alice帮我到这边红枕 所以我整个人家很热 对 还有一杯咖啡 所以我们节目 告一尾声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快乐的节目哦 好快乐好开心哦 以后常常来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 嗯 那么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哇才发现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拯救你的人生目想 哇才发现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 记得小铃铛给它咬起来咯